對 那我今天想說 就是出來了 出來了 來happy了 對 燒一點 燒一點 真的 全場的焦點 大家好 我是Revy 今天剛好來參加 阿布雷的 所舉辦的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 那希望我今天的戰績 可以非常的漂亮 然後剛好 因為今天會有非常多的Youtuber 所以今天有一個 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 來詢問一下 每位Youtuber他們在參加活動 或者是私底下外出的服裝搭配 會是如何呢 那我們就趕緊出發吧 那在介紹 就是各位Youtuber之前呢 當然先來介紹一下 自己的外出服裝 會是如何穿著的 因為自己除了在主持或主播之外 通常是以休閒為主 那今天的服裝的話就是 比較寬鬆的 Oversize的T-Shirt 然後是一個小白T 然後以褲子來說的話 這一件剛好是我去拍攝棚拍的時候 定的服裝 然後我覺得很好看的 Boyfriend Jeans 我就直接買下來了 然後通常褲管的話 我會習慣搭 就是 襄襪 然後把褲管 稍微折個兩側 然後把襄襪啊 就是露出來 然後再搭配 布衣鑰皮的小白鞋 然後再搭一個 外出的包包 平常如果在路上看到我們的話 絕大部分可能都是這樣子穿著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我們Gang到哪些YouTuber吧 嗨 我們請到了我們的第一位 第一位是RyoTai 嗨 哈囉大家好我是RyoTai 我是標準的就是 UNIKO男排 UNIKO男排 就是UNIKO的拳套這樣子 因為現在其實天氣比較暗 雖然天氣熱其實很難穿吧 因為 你就只能套一天氣拳嘛 再多穿都會熱 確實 對啊 所以選的會比較少 所以可能就是會選 喜歡的天氣拳嘛 但是就 因為想要參加活動的 因為什麼都不知道 我會幫你選擇天氣拳 喔 但是可以看一下 是任天堂的帽子 就是會搭一些 對 可能跟常用的 也有關係的 我會想說今天就很忙去 因為我知道RyoTai 其實帽子非常非常 嗯 對 現在為止的話大概幾點 都可以 二三十點 那所以你可能在服裝上面比較簡單 但是帽子來說的話 會是比較特別去精心準備 對 因為我覺得男生 其他的 要選擇一些特色的 可能是比較多的 喔 嗯 應該是 那個呢 或是包包 細紙這樣子 要一個重點來搭 沒錯 OK 謝謝RyoTai 楊潔幫我們尊重RyoTai囉 我們這台請到的是 完便的華盛 好了好了 當然我是華盛 整個場子裡頭 你穿得非常鮮 你也很騷 真的很騷 喔 先寫 因為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就是在著重穿著 我自己個人的話是比較喜歡就是 顏色很跳 很跳 有感覺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反而就是 就是平直覺醒 哦 可是你要怎麼知道說今天我選比較鮮豔的顏色 是不是適合自己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以前有在穿 喔 大家知道說什麼顏色就是適合我自己 所以我其實家裡我要嘛是穿很素很素 要嘛是穿顏色很鮮豔的 因為今天來說的話那你覺得你自己確實是重點嗎 放到平常後我有時候還會換別的眼睛的帽子 哦 你就是在就是頭部以上的話會做一些變快 對對對 因為其實像顏色很跳它就會有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你穿一件這樣子 嗯 它就會也很就會就會很 然後帽子的話就是選 通常我平常會選比較素 素的一點 對 但我就很想說 就是出來了 出來了 來happy了 對 少一點這樣 少一點 真的 全場的焦點 我一進到這個活動現場的話 第一個先告訴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華生 好 謝謝 謝謝 看看誰來啦 我們邀請到順暗中 來幫我們來找 嘿 我會講一下 我會穿這雙 JORDAN鞋 對 JORDAN鞋 因為之前曾經被我看過 所以就說我其實都穿一樣的 然後逼我買一次比較雙的 就是JORDAN鞋子 JORDAN鞋子 對 它就這樣雙腳很高 就可能舒適為主 對 舒適為主比較雙 然後從褲子的話 我記得當我出一個的時候 我都會穿這個 我喜歡就那種比較適合運動的 可能是伸縮彈性比較好 那雙半身呢 雙半身也是可能也是這個牌子 然後也是 也就是比較貼身的 貼身的 就是比較適合運動的 運動的 對 這樣對我來說比較好 那為什麼挑什麼顏色 因為今天尬的那種 那個在三瓶上面的紮粉 三瓶上面 我就可能常看到我的紮粉 我常會帶我自己的 然後這剛好是跟她一樣 其實很旁邊 就隨時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 隨時就連殺了 然後就可以直接 很開心 可以聽到孫安卓 分享她的 平時的穿著服裝了 然後非常謝謝你 謝謝你 OK 那接下來 我們請到的是小兵 小兵幫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兵 那想問一下就是平常 就是像參加活動 或者平時外出的話 主要的穿著是以什麼服務 呃 休閒吧 呃 不會到運動 但是就是 穿起來比較舒服 跟面的賽制啊 對 然後 因為我自己服務的 因為台灣夏天的 對 所以我就不會穿那種 的汗 會贏在身上 那你今天的話就是 選擇一個短袖的帽子 對 然後搭配一個短褲 其實也算是 蠻運動風的 但是沒有那麼正規的運動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 偏修型 只是說 如果要拋橋 有時候換衣服 也是OK的 那可能在衣服之外的單品 可能會注重在哪一塊 你是鞋子嗎 還是外出後 還會戴個帽子 其實外出 因為我有燙頭髮 然後 所以其實我都會 讓它直接暖暖 但是如果 比如說 如果沒有睡好 或者是比較累的話 我會戴眼鏡 戴眼鏡 對 戴一些眼鏡 可以擋住 那你的這些 眼鏡的配件 他大概有幾個 喔 數以百七喔 數以百七 但是平常會戴的 可能就算幾個 那幾隻 是批發商嗎 算是 真的是喔 我女朋友也在賣眼鏡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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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釣魚的意思 只有自己 下面有連結可以自己購買 哇 不好意思 很會很會很會 OK 謝謝小明分享 謝謝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到 第一位女性是米莎 嗨 大家好 我是老師基米莎 其實平時就是 運動後果休息 對 有時候會看情況 慢了慢 然後我比較成熟一點 喔 所以是變化還算是 很多變化 又是同樣 又是同樣 不同樣的實力 因為今天是 大人的比賽 然後穿得比較輕鬆一點 對 比較休閒 看起來像是在打遊戲的 哈哈哈哈 因為從今天的 很多來看的話 一樣是一個 牛仔的吊帶褲 然後搭配一個短板的衣服 之前喜歡吊帶褲 因為就很方便 真的 對 然後裡面的T恤 可以在這邊亂穿 對 要馬穿長版紮進去 然後或者是短版的 直接揉個腰 那像是服裝來說的話 單品你可能會著重在 可能 帽子啊 還是什麼 首飾 包包 帽子跟鞋子 是我們有在調 就是每次出門幾乎 都要選一下 就是帽子跟鞋子 喔 就是可能 符合今天的搭配 對 它已經是 因為我鞋子好像 還有加個50窗左右 喔 對 就是電說出門的話 非常多的 選擇配角 多搭配 對 從 以她的整體穿著來看 好不好 非常符合 經典的活動 當然是可以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接下來邀請到我們 第1位女生 是Youtube的金魚腦 好 嗨 我是GD的 今天因為是比賽 所以穿過金色 對 喔 有感覺 平常沒有戴眼鏡 然後今天就不戴眼鏡 因為戴眼鏡 張開眼鏡這樣 然後就有感覺 所以就是今天想要來 贏一下勝利 對 所以沒有太在意外表 穿幾次 然後這個 因為我今天有戴今天的Switch 對 所以這個是我的Switch 喔 可以 稍微看一下 因為剛剛前面其實有看到Ryoutube 他還是有戴一個 任天堂的帽子 嗯 就是符合主題型 那今天金魚腦的話 也有特別準備 對 然後還有說法 對 所以今天就帶一整套過來 欸 我這次 我買那個 寶可夢 寶可夢機 寶可夢機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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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可夢機 就是這樣寶可夢機 就是平常如果路上 對 寶可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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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沒有 簡單一點的 寶可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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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感覺蠻俯的 寶可夢機 寶可夢機 對 環保 環保 真的真的 越簡單越好 然後就是先檢驗生活 我覺得蠻棒 因為今天平常其實穿的顏色 剛剛穿比較 稜 平常是轉色系 就比較偏少女 對 對 對 但是今天想出來比賽 就是認真話比賽 不要太太 平常的話也可以 追蹤一下 就是經濟腦的YouTube 然後非常感謝經濟腦 謝謝 好 我們今天終於請到我們最後一位 翻變的鐵妞 哈囉 大家好 我鐵妞 哈囉 哇 一個壓軸 壓軸的嗎 動物位壓軸 可以 可以 真的是 那今天的話想問的是 體能平常在外出 像參加活動或者是私底下 你可能在服裝上面搭配是主要為什麼樣的 休息還是運動風格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穿這種 日式的這種 像聖服啊 或是綠衣 我主要現在都穿這樣 因為我 非常愛日服 OK 我覺得這樣穿起來 很像那個海中一輩 即便 然後又有種 又有種把那種武士道的精神灌在裡面 穿在身上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我這樣好像有錯 而且然後有一點 這種感覺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其他都是以簡單為主 我其實我喜歡穿短褲 然後穿運動型 這一陣子都帶爆了 只是因為 我頭髮因為我不太會整理 所以我就想滑到我全部 全部收起來 對 全部收起來就這樣 那再來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我剛剛有提到叛徒 那想知道 婚前跟婚後有改變你的穿著 或者是你購買服裝的喜好嗎 欸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欸 還是隱隱約 其實有改變 其實你沒有注意到 喔 有 我結婚以後 有改變的是 我以前不喜歡穿行李裝這個東西 喔 你是覺得穿行李裝都笨蛋是不是 不是 是 因為我的 因為是沒有我的尺寸 喔 所以我穿起來都很崩 OK 結婚以後我覺得好像是一個家以後 然後我會跟我老婆 紅牌子跟同樣圖案 或是大概一樣的東西一起穿 喔 那是每一次出門都會搭 還是說偶爾有興趣來一下 有興趣來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喔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定要有另一半才能完的 對 沒錯 對 沒錯 我相當的相當的好 謝謝鐵牛來跟我做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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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 終於今天的活動順利結束了 比較可惜我沒辦法 平下勝利晉級到下一關 就等於說是拿了兩場的敗賬 好險今天有非常多youtuber來 我的影片裡頭 就是跟我們分享 他們平時私底下的穿著 那現在呢 我已經 把我的任務都解決了 所以要來吃飯囉 開心 那很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讚 按個喜歡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哪位youtuber穿著 或者是中文分享 你平時都是穿怎樣的 類型的服裝囉 然後記得要訂閱喔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